对于汽车来说,每年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给汽车换机油 其实换机油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除了机油、机油滤清器和必须的工具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安全地把车抬高方便工作 通常情况我不会给新的车或者名贵的车换机油 这个车是已经开了12年的普通车 新车和名贵车还是有车行处理比较合适 换机油需要什么工具呢?千斤顶必不可少 当然你可以不用买这么专业的千斤顶 汽车自带的千斤顶就可以了 第二个就是沉重支架 它的作用就是保证在千斤顶万一失灵的情况下 车子不会落下来 当然换机油 机油是必不可少的 机油滤清器也必不可少 必须得换 接机油的盆子必须得有 换机油的漏斗也必须得有 还有就是拢机油用的 钳子 只用手是不能把这个机油滤清器拢下来或者拧紧的 不同的机油滤清器使用的工具不一样 我用的是这个钳子 另外你需要明白 机油有两种 传统机油和合成机油 对于传统机油来说 汽车开5000公里就得换 而加合成机油的汽车可以开15000到18000公里 才需要换 合成机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即使在寒冷的冬天 它的粘稠度也不会变 现在把这个车顶起来 然后用这个支撑架把它顶住 换机油的时候 你必须要找到你这个费机油的出口 我这个车的费机油的出口在这个胆板里面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胆板给取下来 把胆板的螺丝拧下来 胆板已经取下来了 这里是我这个车的费机油的出油口 先用套筒帮手把螺丝拧松 一旦拧松之后 你就可以用手把这个螺丝拧下来 记得把这个螺丝完全拧下来之前 一定要把这个机油桶放在下面 要把这个机油滤清器换下来 用钳子把它拧松 拧松之后 用手慢慢把它拧下来 现在要把这个机油盖打开 好让空气流通 让费机油全部流出 刚才我差点要把以前买的 传统机油的滤清器换上去 合成机油 一定要用合成机油的滤清器 右边是一个合成机油的滤清器 我准备把这个换上去 先用手把这个机油滤清器拧上去 然后用工具把这个机油滤清器拧紧 接着再用手把这个出油口的螺丝拧上 接着再用套筒 把这个螺丝拧紧 防止漏油 现在放上漏筛 给车加新的机油了 据我所知 机车的机油容量是4.7升左右 我这瓶机油是5升 将近要用完所有的机油 一般来说 我会在机油瓶中 升于0.5到1升左右的时候 我会停下来 检测一下 怎么检测 把这个检测机油量的铁杆取出来 擦干净 然后再擦回去 然后取出来 如果这个新鲜机油 在这个最小和最大的中间位置 就符合要求 如果小于最低的位置 就得再继续一点一点的加 否则的话 如果超出最大的位置 就得放机油出来 现在加够了 把这个盖子盖上去就可以了 在发动车之前 再检查一下底旁是否漏油 现在发动车了 再看下面漏不漏油 因为有时候 你有可能会没拧紧 你发动车 它那个油压变高以后 它有可能会漏油 我这个现在目前没有漏油 一切正常 所有的工作完成 再把这个胆板装回去 把汽车的支撑架移开 把千斤顶放下来就可以了 记得这费机油 一定要导入屏中 送到ECOSTATION 或者机油回收站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谢谢